想直播PS5的同学看过来 PS5游戏画面是怎么到电脑里的 一般会用到采集卡 采集卡的分辨率、帧率、颜色模式也是有区别的 目前来说能采集到4K60的就算高级的 比如这款米陈森的T900采集卡 它可以采集PS5的4K60fps的画面 用来录像或者直播 但目前直播平台一般不支持4K分辨率 只支持1080p T900是可以采集到1080p60帧 而且色彩是非常好的RGB 下面说一下PS5直播的连接方法 比如我们一边用电视玩双人成型 一边用电脑直播 PS5的HDMI线连接到采集卡的HDMI印接口 采集卡的USB线连接到电脑的USB3.0接口 采集卡的HDMI OUT连接到电视环出 T900是支持4K60Hz HDR环出的 主播的麦克风可以插到采集卡上 也可以插到电脑上 另外T900还支持VR可变刷新率 一般采集卡是不带的 下面看看它有什么用 我们以蜘蛛侠2为例 我用的是RGC3的电视做环出 我这个电视是支持4K 120Hz HDR和VR的 首先在游戏里打开高保真模式 也就是画面模式 默认是30帧 然后开启120Hz高刷 然后再打开VR平衡 这时候会变成高保真的40帧 然后是直播软件 我们以OBS为例 采集卡设置为1080P 60fps RGB色彩 我认为这个方案是很实用的 特别是对于直播来说 画面又好 这个分辨率又实用 帧率也足 OBS里面设置的是采集的画面 环出是玩家真正玩游戏的画面 是没有延时的 接下来是环出 用的是VR 120Hz高保真 40帧的模式来游玩游戏 不过可惜的是 由于T900是HDMI2.0的 它最大只能到4K60 到不了4K120 所以在游戏里如果打开了120Hz模式 它只能以1080P的120Hz来实现 T900的VR不算完美 但总比没有好 另外通过我这段时间的测试 T900的温度控制的不错 可能是芯片比较新 发热量低 再加上它的金属外壳散热好 它的底部有一圈氛围灯 看上去很低调很朴实 整体做工也很结实 总结一下 米晨森的T900 除了能满足主流的4K60和1080P60 RGB采集之外 还多了VR 在这个价位上是很有竞争力的 目前我只测试了PS5直播 其实其他设备的直播也是可以的 买之前问一下客服 得到更正更好 1段明镜 采集中 1段明镜 1段明镜 3段明镜 4段明镜 2段明镜 2段明镜